大家好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热血军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台湾大叔们皆知的一部作品 圣战室 宇宙探险队 为了同胞们的幸福 千里迢迢的在浩瀚无尽的太空中 寻找新的生活天地 代表自由以及正义的圣战士 手里拿着天下无敌的降魔无敌剑 在祥和的宇宙中 维持和平 打击恶魔 同时 住在地球上的人类 为了确保银河系同胞们的幸福和安全 也联合了太空中的朋友 共同组成了宇宙防卫队 随时准备勇敢的对抗敌人 在这场圣战中 英勇无比的宇宙战士 剑飞 和他的天鹰队 以及凯杰 和他的地狐队 还有古剑 和他的海龙队 共同组成了伟大的圣战士 为维护宇宙的自由与和平而奋战不懈 这是台湾大叔们众所皆知的版本 尽管很多人对百兽王的故事一知半解 但却不得不承认 百兽王的模型玩具在市场上却非常畅销 其畅销的程度达到 即使没有看过他的故事 也买过他的玩具臭个热闹 百兽王喜宴的造型设计 拿到现金标准来看 也丝毫不退流行 其实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武师圣战士 并不是原汁原味 而是魔改过的美国版本 原版的百兽王古莱翁 其实是1981年 东印战队之父八手三郎最早期的作品 后来的假面骑士系列 甚至是超级战队系列 都是这个作品的延伸 所以日版的故事跟美版是不一样的哦 至于为什么百兽王最终是美国拿到版权后 发扬光大风靡全球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 80年代日本玩具商的北美市场大战 古斯圣战士的版权争议 要从这个没电脑 没手机 没网络的上世纪1981年说起 并一路炒到至今 而且要提到这个主题前 就要先理解当时市场环境不同 所造就现在的结果 不过要了解百兽王版权之争 可以聊上一集呢 所以今日主轴放在 百兽王的故事简介前导 如果大家真的对 百兽王与圣战士的版权之争有兴趣的话 请在底下留言区留言 人数够多的话 我会再另外制作一集 百兽王与圣战士的版权之争 在此我就先简单带过 当年东印为什么头脚派去 要出卖百兽王 这个如今商品还是卖到缺货 政治超合金商品可以上看两万 这种小时候买不起 长大还是买不起 非常火红的金基姆 给美国世界节目制作公司 WEP 并与东印另一部15G合体 机甲舰队 合并为大家如今所熟知的 Voltron圣战士播出呢? 简单来说 也是由于当时日本超级系机器人市场的没落 以及电视游乐器崛起的原因 这可是东印心中永远的痛啊 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详谈咯 那么为什么台湾播映的是美版圣战士 而不是日本的百兽王呢? 这就要回到当时台湾1972年的环境 台湾正与日本断交 70年代仍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媒体 是禁止播放日本电影、电视剧、歌曲 但是台湾与日本的渊源很深 很难说断就断啊 不过三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所以台湾商人们与政府官员 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至于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相信不少大叔们还同时都曾经经历过 周甲儿改名柯国龙 高三星史改名高三星 野笔大雄改名叶大雄 铜锣卫门改名小叮当 护语寮改名孟坡等等 在当时可是稀疏平常 不胜美举啊 那么台湾为什么会看到不是日版的白兽王 而是美版魔改的武师圣战士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当时大叔们电视看的武师圣战士 是由日本以外的第三帝国家转手购买而来 这样就不算是日本作品了 以借此规避当时台日断交的法令规定 再来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不直接原版照播 而是要大非周章动手修改剧本呢? 由于当时无线频道珍贵有限 再加上世界各国对于儿童节目都有不同规范 当年东映应该也是需要经过中间商协调修正剧情 这样才能在美国播出啊 日版白兽王上映时间 在1981年3月4日至1982年2月4日播出 台湾则于1985年由台式引进的改编版本 于9月25日至1986年12月24日的每周三下午6点至6点半的时段 播出了66集 不过播映内容却并未依照美版或日版的顺序 而是在播出20集的百兽王后 便骤然换播机甲舰队直至下档 至于没有播出的32集百兽王 则是到了一年半之后才被台式安排播映 于1988年6月13日至1989年3月6日 每周一下午5点至5点半播出 所以只有看过1988年至1989年 在台式播映圣战士卡通的大叔 便会将圣战士与百兽王画上等号 而对机甲舰队却没有任何印象 我相信很多大叔们都没有看过完整的剧情 所以这次热血军将带领大家快速了解 如果想要了解更详细的52集剧情 热血军会再另外制作剧情回复片 服务所有百兽王的粉丝们哦 很久很久以前 宇宙之中百兽争霸 其中一只叫百兽王的人形机械 它首辉光芒神剑降服了百兽 称霸了宇宙但是它膨胀了 拥有巨大力量的它甚至想要挑战宇宙女神 结果被女神打败 肢结成五个狮子 放逐到了宇宙中的某个角落 时间来到了西元1999年 贩售人卡鲁拉帝国统治宇宙 此时地球如同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班摧毁殆尽 人类贬为奴隶 到这里日版的剧情与刚看过美版的开头就知道 由于故事融入了机甲舰队的关系 所以美版的故事地球人并没有死绝 而是混入了机甲舰队的设定 这时地球的文明发展 已经处于人类开始进入探索外宇宙的大航海时代 地球人与外星人合作 以地球、米拉星与萨拉星三行星联合 建立了勘察银河系的联合机甲舰队 以宇宙空母、莱卡加德号为旗舰 为寻找能适合人类居住的火星 而向着茫茫的宇宙出发了 这部分的故事 则是属于美版圣战士的第二部剧情 回到本篇 宇宙中执行任务的五个地球精英 在执行任务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地球早已由于核弹导致毁灭 正当他们惊恐愤怒之际 突然出现了卡鲁拉帝国的飞船 将他们连人带船给俘虏了 这五个人分别是 黄金旭 台湾叫做凌云 驾驶黑石子 一个热血男儿 古莱翁小队的队长 银贵 台湾叫做明达 蓝石子前骑驾驶员 冷静沉着 平时话不多 给人沉默的印象 黑钢勇 台湾叫做智成 红石子的驾驶员 个性比较胆怯且爱挖苦人 青铜墙 台湾叫做高墙 黄石子的驾驶员 负责任的壮汉 有居高症 习石红 台湾叫做小飞 绿石子的驾驶员 自称忍者的子孙 擅长体素和机器操作 在美版中被设定为 机甲舰队 天鹰队队员小强的 孪生兄弟哦 原来 在地球展开核战的时候 宇宙中的大部分 已经被卡鲁拉帝国所征服 由于被俘虏的人 会被变为兽人 所以他们决定抢夺 奴隶船逃出卡鲁拉帝国 不过在逃离途中 却被卡鲁拉帝国的 战舰攻击坠毁 坠落在一颗 早已被大巴萨尔大帝 给征服并摧毁的死心 艾勒斯星球上 五个人在这陌生的星球探索中 来到了一座古堡 在古堡里面见到了 阿尔提亚王国的前军师莱布尔 他是公主身边的臣子 也是狗莱翁小队的司令官 还有艾娜公主 台湾叫做法拉 个性坚毅又傲娇 五人从公主和军师那里了解到 艾勒斯曾经是一个美丽的星球 可是遭遇到了大巴萨尔大帝的入侵 导致王国毁灭 星球破败 但是他们还有上古传说的巨神 百兽王守护 百兽王是自古被宇宙女神 分解成五只狮子 分别是黑狮子 能源为雷 出力两百万马力 合体时作为身体和头部 待机地点为城堡门前的塔上 有翅膀设定上擅长空战 红狮子 能源为热 出力八十万马力 待机地点为火山底 耐温高达两万度 能潜入岩浆 绿狮子 能源为风 出力八十万马力 待机地点为森林 蓝狮子 能源为水 出力一百二十万马力 待机地点为水底 擅长水中活动 黄狮子 能源为地 出力一百二十万马力 待机地点为沙漠洞穴中 军师与公主 以此为依托 等待解救此星球的五名勇者 而恰巧这五人 就是他们冥冥中等待的旧行 这时候 卡鲁拉帝国的战舰 来到了爱勒斯星球上空 于是五人换上战斗服 准备驾驶五只狮子 与卡鲁拉帝国开战 不过却发现国王临寝中 启动狮子的钥匙 却只留下了四把 五只狮子中 一只狮子不能启动 就意味着无法完成百兽王合体 由于情况紧急 四名勇者还是赶紧 先驾驶四只狮子 迎战卡鲁拉军团 四只狮子威力巨大 卡鲁拉帝国的军队被纷纷摧毁 就在四人即将迎来首次胜利时 突然轰隆一声 一只巨大的暗黑兽人 从天而降 在暗黑兽人猛烈的攻势下 让四只狮子全部吃土 四人也只好赶紧撤退 在基地里的洗食红 灵机一动 猜想可能是周围的老鼠带走了钥匙 于是在能和老鼠沟通的 米拉公主的帮助下 他们终于找到了第五个狮子 黑丝的钥匙 这些老鼠后来也会成为公主的朋友 有时也会帮助主角群等人 此刻 卡鲁拉帝国的军队再次入侵 这次他们比以往更加猛烈 凑七钥匙的五人 驾驶着五只狮子 赶紧合体百兽王 迎战暗黑兽人 准备组成战神金刚 插入启动钥匙 开启连锁控制 热能装置连接 打开电源 增加推力前进 战神金刚 组成脚和腿 组成躯干和手臂 我来组成头部 出发 可以称之为兽王剑 台湾叫做降魔无敌剑 手持十王剑的百兽王 立即使用超级系常用的处刑剂 将暗黑兽人一刀两断 终于迎来第一次胜利 这十王剑的必杀技 还有一招加强版的招式 叫做十王剑雷光斩 在原有的十王剑基础上 增加了雷属性的攻击 由于百兽王苏醒 并且对抗卡鲁拉帝国的事情传遍了宇宙 平时受卡鲁拉帝国压迫的人们 纷纷涌动着反抗的思潮 虽然五位勇者动员 躲藏各处的民众一起反抗帝国的暴行 不过长期遭受帝国破坏的爱勒斯人 早已吓破胆了 对百兽王还有爱纳公主依然信心不大 所以坚决躲藏不肯站出来 另一方面 大批卡鲁拉帝国的军队 正进攻公主所在的城堡 企图一举歼灭反抗势力 危急时刻 军师莱布尔汉公主 前往国王领寝寻求帮助 这时国王的灵魂指示他们 启动了城堡下的军事要塞 格莱登要塞 并用要塞强大的活力 击退了帝国的攻击 与此同时 百兽王赶紧举起石王剑 将兽人斩杀 阿尔提亚王国获得了短暂和平 屡次受到挫败的卡鲁拉帝国 大巴沙尔大帝 派出他的亲信妖婆 刺杀这五位勇者 于是妖婆带着兽人 悄悄来到爱勒斯星球 不过身为阿尔提亚王国的众人 因为一场场的胜利放松了警惕 妖婆趁机用自己的宠物猫 诱服杀死了一柜 发现赢贵死亡的众人 还来不及沉浸在悲痛中 妖婆带来的兽人 却开始朝格雷登要塞攻击 虽然四位勇者无法合体 却依然奋力迎战 并用计将兽人坠落在岩浆里消灭了他 结束战斗后 大家帮赢贵举办了葬礼 不过美版剧情则是将赢贵改为重伤 战施退场罢了 由于百兽王四缺一是无法合体的 于是爱纳公主顶替了 赢贵的位置驾驶蓝狮子 因此公主驾驶着蓝狮子 和其他狮子进行对战练习 但公主的技术十分差劲 红色狮子一次重击将公主的蓝狮子击落 其余三个狮子敢忙前去营救 但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俊美的王子 驾驶着飞机 稳稳地救下公主 不想再让公主犯险的军师 以及公主的奶妈 女官长西施 觉得这个王子相较公主更适合驾驶蓝狮 所以邀请这王子和他们一起对抗卡鲁拉帝国 王子犹豫了一下并答应了 但这个王子却是卡鲁拉帝国派来的邪恶兽所变的 晚上他用眼镜蛇突袭黄金旭等人失败 暴露出本来面目 他目的是盗取蓝狮子 让百兽王无法合体 但是在黄金旭等人和公主的努力反抗下 他的计划失败了 王子变身兽人并且去答化 而五人也赶紧合体为百兽王迎战王子 并将之击杀 再次破解帝国阴谋诡计 经过此事件后 公主向军师表明 自己的王国要自己守护 决定以后自己驾驶蓝师 由于帝国将军 萨达克屡次进攻艾勒斯星球 均被百兽王击败 战败着他本来要被大巴沙尔大帝处使 但这时候星克莱因皇太子 他是帝国军的指挥官 还是一个变态王子 一心想把艾娜公主变成自己的东西 突然从远方的征战中胜利归来 听说了萨达克和百兽王的事情后 请父王让萨达克戴罪立功 条件是将萨达克变成巨大兽人 跟他一起讨伐阿尔提亚王国 首先 皇太子先引诱黄金序出来单挑 打书还不讲武德搞偷袭阿 将大义人没有闪的黄金序击弱山谷 结果尼玛的皇太子没有趁机宰了黄金序 而是自顾自的站在原地撒笑 真的是智商勘虑阿 另一方面 其余四人也与兽人萨达克展开古战 好在公主及时发现躺在地上的黄金序 赶紧射出鱼叉导弹赶跑的智障黄太子 之后赶到现场的黄金序 也赶紧跟其他人合体成百兽王 杀死了萨达克 几次获胜了艾娜公主 开始自欣欣膨胀 自觉可以超越英贵 所以此话也取名为超越英的幻影 他觉得已经能操控制如蓝狮子 想必操纵主干黑狮子也是轻而易举 但是他做事盲撞 差点让百兽王以及阿尔提雅王国陷入灭顶之灾 还好最后他做了一件比较正确的事情 将黑狮子还给黄金序 驾驶回蓝狮子给百兽王争取的合体时间 让百兽王打败黄太子的组件 事后黄金序安慰哭泣中的公主 承认了艾娜公主在战场上英勇的表现 有超越英贵的实力 到底是不是碍于艾娜是公主的身份 给他一点面子呢 这点就不得而知了 某天黄金序一行人 在控制室看到地球产生异变的影像 感到非常的不安 虽然军师极力阻止 但是他们执意要去 临行前公主望着黄金序 流出真情的泪珠 希望他别去 原来公主对黄金序动了真情啊 黄金序解释 他还是想要亲眼看故乡最后一面 他一定会回来的 于是四人回到地球 发现地球确实离灭亡不远了 这时卡鲁拉帝国的黄太子也赶到这里 原来阿尔提亚王国的一切行动 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而且黄太子还放出巨大兽人袭击他们 由于没有公主的蓝狮子 所以百兽王无法合体啊 四只狮子被打得狼狈不堪 还好黄金序离开后不久 公主不顾军师的竹篮 也驾驶着蓝色狮子赶来地球 不料却被黄太子伏击 连狮子带人都被飞船的光束固定住 此时地球的熔岩火山有意移动 四只狮子利用这一点终于十里逃生 并且这火山喷发还打断了公主的束缚 五只狮子趁着机会合体 打败了兽人 但是地球看起来不对劲 地形开始动荡 看来马上就要大爆炸了 五只狮子也指的快速远离地球 四个地球人在失职的驾驶舱里 观看以及感受着地球的爆炸与消亡 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剧情来到了卡鲁拉帝国的大牢 这里关押着许多女性俘虏 其中一位跟艾娜公主长得非常相像的加妙公主 原来这位海格丽丝星球公主的祖先 与艾勒斯星球公主的祖先 在远古时期是兄弟的关系 才会长得如此相像 所以得不到艾娜公主的皇太子 就把加妙公主当成艾娜公主的替代品 下场非常悲惨 但加妙作为皇室的公主 是不愿意坐以待毙的 她串通几个一起被囚禁的好姐妹 四姬一起逃跑 她们的计划很成功 从卡鲁拉帝国逃跑了 随后皇太子就带领手下的舰队追了上来 加妙公主逃跑的宇宙船 坠落在一个荒废的星球上 发出的信号被自己的母星 还有艾勒斯星球接收到 于是自己的弟弟西亚王子 还有艾勒斯星球的五只食指都来救援她 但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报仇星切的加妙公主 因为刺杀辛克莱因皇太子失败 再度被捕 随后阻止百兽王救援的巨大兽人 被石王剑消灭 却来不及阻挡皇太子的离去 在经历一次次攻击百兽王失败的 辛克莱因皇太子 遭到大巴萨尔大帝的狠狠责难 于是皇太子用心培养了一只 可以克制百兽王所有招式的巨大兽人 并带领舰队向阿尔提亚进攻 镜头来到阿尔提亚这里 奶妈西斯和军师莱布尔又在闹扁扭 希望能保障公主的安全 因此不再让公主参与战斗 另一方面 没有公主的兰斯参与 所以无法合体成百兽王的四只狮子 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 公主也差点被皇太子绑走 还好军师赶紧派人搭救 让公主逃了出来 不顾奶妈劝阻的公主 赶紧驾驶兰斯来到战场上 与围在旦系的黄金序等人 合体成百兽王打败了敌人 经过此次战役的艾娜公主开始思考 到底要作为女王专注于学问 还是作为战士舍身保护国家而迷惘中 屡次失败的皇太子 在离开艾勒斯星球不远的谬星上 实行恐怖铁碗政策 鞭次谬星人听从自己的指令 剑射巨炮 打算以此对付百兽王和格雷登要塞 不过高压的政策却暗中涌动着反叛的意志 尤其其中一位青年非常不满辛克莱因皇太子 他叫哈勒姆 与此同时 在艾勒斯星球的格雷登要塞 公主等人也隐隐感觉到好事有大事发生 于是黄金旭等人前往谬星侦查 来到谬星的无人 侦查到此处正在建设巨炮对付百兽王 便想要偷偷安装炸弹炸毁巨炮 不料却被哈勒姆发现 黄金旭和黑钢游以为哈勒姆会协助他们解救自己同胞 没想到哈勒姆却立马拒绝黄金旭等人帮助 原因是15年前卡鲁拉帝国进攻阿尔提亚王国时 没有行人虽然拼人命来救援 但是传说的百兽王却看尽他们被消灭而没有苏醒 况且哈勒姆的亲人也都死在这场战争中 所以哈勒姆赶紧呼叫帝国士兵逮捕两人 黄金旭和黑钢游只好逃走 并改采合体成百兽王后正面强攻摧毁巨炮 星客来因皇太子见百兽王现身并不慌张 他自视巨炮已经建设完成 还逼揭发黄金旭等人潜入巨炮的哈勒姆喝下血酒为他效忠 并命令哈勒姆用巨炮攻击百兽王 但没想到哈勒姆一直在忍辱负重 他立刻调转炮口攻击乘坐银河列车 参加巨炮落成典礼的大巴沙尔大帝 可惜没有打中 随后又破坏了皇太子在谬星上建立的要塞 恼羞沉入的大巴沙尔大帝 值得放出机械无功与百兽王一战 但还是不抵百兽王的雏形计被消灭 事后哈勒姆与黄金旭和解 并带领着蜜星人与阿尔提亚王国再次结盟 一起对抗卡鲁拉帝国 镜头再次回到卡鲁拉帝国 辛克莱因皇太子晚上反复做噩梦 梦见自己的母亲被恶魔杀死 奇怪的是 母亲的脸和爱娜公主的脸竟然重合在一起 白天他只问父亲大巴沙尔大帝 关于从未见过的母亲之事 然而大帝和妖婆都对此顾左右而言他 说生下辛克莱因时就难产而死了 原来辛克莱因的母亲是一个赡养的人类 好像是被大巴沙尔大帝抢乳而来 最后因为反抗大巴沙尔大帝而被杀害了 大巴沙尔大帝向辛克莱因提起婚约的事情 但是辛克莱因此时心中只有爱娜公主一人 他抗拒着父亲指定的婚约 心中始终放不下想得到爱娜公主的欲望 由于婚约之事以下犯上的皇太子 在与大巴沙尔大帝决斗中败下阵来 本来要被处死的皇太子 被妖婆求情才得以赦命 因此皇太子被命令带着钢铁兽人前去进攻阿尔提亚王国 面对来势汹汹的钢铁兽人 百兽王陷入前所未有的古战 蓝丝子还因此受了重创 还好在百兽王舍身攻击下 勉强赢得惨痛的胜利 身受受伤昏迷的公主住进了医院 蓝丝也被破坏得相当严重 顿时艾勒斯星球面临着危机 醒过来的公主拖着伤痛来到控制室 这时控制室的一幕突然显示出 阿尔提亚王国的前任国王 艾娜公主父亲的灵魂 他引导着在场众人说 百兽王体内还潜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目前的黄金序等人只发挥了百兽王四成左右的实力 为了随时应付即将到来的卡鲁拉帝国的入侵 他紧急修复了狮子 并驾驶着狮子展开特训 在五人严苛的特训途中 比上次还强大的机械兽人突然袭击而来 五人迅速合体成百兽王 准备组成战神金刚 插入启动钥匙 开启连锁控制 热能装置连接 打开电源 增加推力 限制战神金刚 组成脚和腿 组成躯干和手臂 我来组成头部 出发战神金刚 虽然一开始陷入古战 随后领悟了国王启示的争议 领悟了新招式 四师强袭百盾铁拳 干掉了加强版机械兽人 阿尔提亚百姓全国上下 想起了胜利的欢呼 这时宇宙中诞生了一颗超重力的小行星 卡鲁拉帝国的妖婆利用妖科学院的技术 让他偏离原定轨道 朝着艾勒斯星球飞去 随着小行星的一步步逼近 阿尔提亚王国即将迎来星球的毁灭 所以百兽王紧急出动阻止 但是这颗小行星引力太大了 百兽王拿他毫无办法 甚至整个身躯被小行星引力给束缩住 并随着小行星在宇宙里漂流 朝着艾勒斯星球前进 还好海格利斯星上的西亚王子带领舰队前来帮忙 并且用最新式的武器攻击这颗小行星 使他再次偏离轨道成功拯救艾勒斯星球 但是百兽王依然被紧紧的吸附在小行星上无法脱身 此时皇太子趁着百兽王还无法脱身之际 对阿尔提亚王国和西亚王子的舰队发动了双线攻击 西亚王子努力想要拯救百兽王 但随着帝国的舰队盟攻 他们顿时也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 阿尔提亚王国也在星克莱茵皇太子的攻击下溃步成军 随时都会有灭国的危机 眼看百兽王就要飞到宇宙的深渊 但就在这个时候 宇宙女神拯救了百兽王 并且给百兽王充满了能量 复活的百兽王立刻冲回阿尔提亚王国 再次击溃了星克莱茵皇太子和帝国军 拯救了濒临灭亡的阿尔提亚王国 失败的皇太子把怒火全部发泄在西亚王子的姐姐 加谬公主身上 准备要把加谬公主处刑 好在危急时刻 加谬公主被一个神秘人搭救 两人来到了一个山洞里 神秘人手持火把的昏暗围光之下 这个人就是已经死亡的盈贵弟弟盈亮 美版剧本则改为疗伤后重新付出的盈贵本人 盈亮带着加谬公主以及被俘虏的部分 海格利斯星人逃离了卡鲁拉帝国 海格利斯和艾勒斯星球因此正式结盟 此刻知晓海格利斯和艾勒斯星球结盟的 大巴萨尔大帝非常神奇 所以皇太子想到一个方法 从政气势重挫的帝国军 决定先征服其他星球来祭祈 向阿尔提亚同盟示威 只有部落文明的亚马逊星 面临帝国军的高科技军事力量摧残 轻松就被皇太子给征服 不过亚马逊星的几个孩子们 勇敢的站起来反抗帝国军的高压统治 所以被抓了起来准备处死 随后皇太子将亚马逊孩子即将被处死的消息 故意传到阿尔提亚王国引诱百兽王出现 但黄金序等人为了孩子们 明知是陷阱也执意要前往亚马逊星搭救 果然孩子们所在之处被埋上了核爆地雷 即将要被炸成碎片的五只狮子 突然崛起了武师内藏的能量 雷水火土风所融合在一起的属性光球 抵消了被核爆消灭的危险 气得牙痒痒的皇太子立刻派出兽人于武师决战 武师赶紧合体成百兽王 一刀就把兽人给斩了 看到此情的皇太子也狼狈撤退 百兽王的胜利带动了亚马逊人反抗的决心 决定加入阿尔提亚同盟一起反抗卡鲁拉帝国 之后遭受帝国殖民的加尔辛也出现了反抗浪潮 虽然皇太子载着军队镇压 以及派出妖婆所制作的盗版百兽王与正牌百兽王打了起来 盗版百兽王的AI早已被输入 百兽王过往所有战斗资料与招式 不断模仿正牌百兽王的绝招 让正牌百兽王处处受制陷入古战 关键时刻黄金序灵机一动不按牌理出牌 此举让盗版百兽王AI无从预判 陷入了理解不能的状态 百兽王剑齿良机赶紧手握十王剑将盗版货给干掉了 皇太子又再次失败仓皇逃走 而加尔辛民众与黄金序等人也一起为死去的人们举行葬离 并加入了阿尔提亚同盟 随着阿尔提亚王国与卡鲁拉帝国交战的节节胜利 许多殖民星球一一脱离了卡鲁拉帝国的统治 因此帝国内部开始出现统治不闻的现象 大巴沙尔大帝十分震怒 但是野心勃勃的辛克莱因皇太子却显得很开心 这些曾经被卡鲁拉帝国奴役的星球 他们在爱勒斯星球召开大会 组织七星联盟 对抗共同的敌人卡鲁拉帝国 卡鲁拉帝国方面也没有坐以待毙 再次派出间谍来到爱勒斯星球 这个间谍是运用妖婆的妖术 复活早已死去的军师布莱尔儿子圣托 在利用军师思念失踪15年儿子的心情 成功博取大家的信任 皇太子派出兽人前来进攻的时候 间谍控制的格雷登要塞控制室 误导黄金逊等人的判断 导致对抗兽人的百兽王陷入了危机 随后还利用格雷登要塞的控制室发出信号 让μ星人的防守松懈 帝国军因此趁机偷袭截走巨炮 他们把巨炮运送到爱勒斯星球一处高地上 立刻击发炮弹 击中了百兽王的左手 受伤的百兽王因此动弹不得 虽然公主说蓝丝有备用的动力系统 但兽人已经举起武器 准备要干掉百兽王 还好黄金逊很聪明他立刻起身 用计将兽人当作挡箭牌硬挨了巨炮一击 兽人化为尘埃时 百兽王即时分离逃脱成功 但武人也因此受伤陷入昏迷 远方观战的皇太子 以为百兽王已经被巨炮轰成渣 又开始掉智商了 不听间谍劝告赶紧镇压格雷登要塞 还自得意满地与大金喝酒庆祝起来 场景回到格雷登要塞 被困在指挥室中的间谍想要突围 顽强抵抗 甚至要开枪杀死军师 这时奶妈突然冲了出来 替军师挡了间谍致命一击 重枪身亡 间谍也因此逃跑失败 继续困在停电的控制时 而昏倒的公主也被当地的梅欧族村长救了起来 村长还告知这里曾经在一年前被帝国军盗墓 被盗的墓地是15年前因战争逃亡死地 遭帝国军战机杀死的军师妻儿 公主也终于知道胜托复活的真相 这时海格丽丝星球虽然派遣舰队救援 但却敌不过巨炮一几全军覆没死伤惨重 此刻皇太子越发得意 甚至想要接着用巨炮攻击海格丽丝星球 不过皇太子没高兴太久 会合的五人赶紧合体成百兽王 持着石王剑突袭巨炮 没有受人掩护的巨炮 瞬间就被百兽王破坏殆尽 皇太子也赶紧逃之夭夭 镜头回到间谍身上 他想要再次逃跑时 遇到了公主一行人早在门口等候 虽然间谍又一次开枪反抗 这次缺换军师替公主挨了一枪 军师也赶紧扣下反击将间谍击毙 这次镜头缺换到奶妈的墓地 军师向公主忏悔自己的失职 想要自我放逐离开阿尔提雅王国 还好公主适时安慰军师 军师愧疚的心才得以抚平 星客来因皇太子再次失败 大巴沙尔大帝很不开心 于是把皇太子关押起来准备除石 大巴沙尔大帝带着妖婆 以及舰队去攻击埃勒斯星球 大巴沙尔毕竟是活了500多年的宇宙暗黑大帝 他的指挥与皇太子相比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在他指挥攻击下 皇金旭等人身陷危急 危急时刻 爱勒斯星球再次开挂 德雷登要塞变成火力强大的宇宙战舰 一记威力强大的光速炮就全滅了帝国舰队 大巴沙尔大帝赶紧和妖婆狼狈地逃回帝国 但没想到皇太子发动政变 已经把卡鲁拉帝国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还劫持了妖婆和大巴沙尔大帝 并强行命令妖婆 制造一个迄今为止力量最强大的机械兽人 让大巴沙尔大帝驾驶对付百兽王 反抗军这边 百兽王飞到了帝国 与大巴沙尔大帝驾驶的机械兽人展开最终决战 大战之初 大帝的机械兽人果然威猛无比 百兽王的石王剑不但被大帝的巨幅给劈断 就连百兽王本身都差点被劈成两半 眼看皇金旭等人即将被大帝灭团之时 主角群总是能一再开挂 百兽王竟然可以隔空驾驭断剑 偷袭大帝的机械兽人解除危机后 举起恢复十足状态的石王剑 将机械兽人贯穿 大巴沙尔大帝因此利弊当下 随着大巴沙尔大帝战死 妖婆开始痛恨皇太子 由妖婆口中得知 原来大巴沙尔大帝是他的儿子啊 诶 等等 这个讯息量有点大哦 那皇太子不就是妖婆的孙子吗 没想到 大巴沙尔大帝根本就没有皇族血统啊 妖婆虽然嘴中不断念着 皇我儿子命来 不断攻击皇太子 但还是敌不过皇太子被乱刀砍死 妖婆死前说出皇太子母亲的声势 原来皇太子的母亲是阿尔提亚王国的人 难怪血统不存 妖婆才会这么不待见她的孙子啊 卡鲁拉帝国虽然在皇太子的指挥下 持续猛孽迎击百兽王 双方有来有往的互相攻击之下 战斗情势显得有些焦灼 这时候格雷登要塞 又变身巨大战舰前来助攻百兽王 情势顿时逆转过来了 辛克莱茵皇太子已经穷途末路 其手下也开始叛变倒戈 但他依旧执迷不悔 将手下们全部杀光 另一方面 银亮为了给哥哥赢贵报仇 资深潜入帝国城堡里干掉皇太子 但却不信中了皇太子的圈套 他干掉的是皇太子的替身木偶啊 此时皇太子持见从银亮身后 劫持他作为人职 来到炮台顶层 企图做最后的顽抗 并且发射巨炮打算毁掉百兽王 不过几只宇宙小老鼠驾驶小飞船偷袭的皇太子 银亮趁机用匕首刺伤了他 皇太子恼羞成怒 一剑把银亮砍成重伤 两人争斗之间无意间弄炸了炮台 此刻抓紧机会的银亮抓着皇太子 从爆炸的炮台顶层坠落 双方落到地上 皇太子辛克莱茵最终摔死了 看到此景的家庙公主十分伤心 银亮也留下了一句遗言 我终于为哥哥报仇了 之后跟着死去 美版则是把这个桥段完全消除 第三季又会跑出来了 阿尔提亚公主以及黄金旭等人看着帝国毁灭 眼中涌出了激动的泪水 宇宙最终迎来了和平 在阿尔提亚庆祝仪式上 公主却和黄金旭等五位勇者撬头 来到了花丛间放松自我 享受得来不易的和平时光啊 这让军师来布尔有些烦恼呢 自此百兽王的剧情就播映完毕 伴者一定有人询问 热血君开头不是说过 百兽王有传说中隐藏的王牌驾驶第六人吗 本篇故事根本没有出现啊 别急 这隐藏的第六人就是在 百兽王唯一有参战的超级机器人大战W 狗莱翁小队曾经邀请勇者王的狮子王凯加入他们 他们驾驶的都是机械狮子 不过凯却立刻回绝了 因为百兽王日语狗莱翁 日语狗是五的意思 莱翁就是狮子 凯回绝的理由是 狗莱翁名字将会改成 洛克莱翁六狮子 这名字非常的蠢 与此同时 某十小孩却吐槽凯说 战队第六人都是独立行动的啊 因此狮子王凯也是黄清旭等人认可的第六位驾驶员哦 虽然凯坚决反对就是了 百兽王故事说完了 当然不能漏掉他的兄弟姬 机甲舰队 日文原名当中的 来自橄榄球一词 传统的橄榄球竞赛 双方各派15名球员上场 这也是机甲舰队是15机合体的由来 日本在1982年3月3日至1983年3月23日间播出 够52集 而美版被改为圣战室第二部剧情 与日版不同之处 其中9集并入了美版第一季里面 先前提到 人类开始进入探索外宇宙的大航海时代 以地球为首的三行星联合机甲舰队 为了制作银河地图 并寻求可供人们居住的未开发新行星 因此浩浩荡荡成立着舰队 率领着舰飞等15名成员 其成员为 天鹰队队长剑飞 队员有 罗姬 吴洛 小强 金灵 其中小强有提到 美版被改为绿石子驾驶者 习石虹的鸾身兄弟 海龙队队长古剑 队员有 美琪 唐国 江伦 蔡仁 帝虎队队长 凯杰 团员有 子涓 莫可 马文 高崎 乘风而出 然而在航行中 机甲舰队们却与新的一星人 贾尔贝斯顿帝国的舰队遭遇 这支贾尔贝斯顿帝国的舰队 是在贾尔贝斯顿母星爆炸前出发 与三彗星联合舰队一样 有着前往宇宙寻找新的可居住彗星的任务 由于两舰队有着相同的目的 因此双方发生了冲突 为了对抗帝国舰队的战斗机械 天鹰队队长剑飞带领着成员们 驾驶15台摊查用机械 和体成了防卫用超级机器的戴来卡15 在两舰队不断的战斗中 加尔贝斯顿帝国舰队内部 也逐渐分裂出好战的鹰派 和支持与三彗星和平共存的鸽派 最后帝国鹰派被英勇的机甲舰队们消灭 和鸽派随着三行星联合机甲舰队 一同寻找新的天地 如果觉得热血君整理的还不错 也可以点击下方超级感谢 请热血君喝杯饮料 最低只要30元哦 比您喝一杯咖啡还便宜呢 百兽王这部作品虽然剧情不是最好 但不代表他的模型就一定卖的不好 百兽王显然就是这个幸运儿 他在六七年级大叔的童年间 占有了无可取代的一席之地 如果热血君制作的两集特辑 能够勾起大叔们童年美好的回忆 那就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 片尾也感谢资料取材出处 五字头浩子玩具观察 以及折身童年回忆 也请大家继续收看 服负责任热血君 我们下期再见